好 另外烏克蘭戰爭 大家就關心台海的形勢 美國議員警告 說中國不要犯下俄武戰的錯誤 不要在台灣 同時美國也是武器給太慢了 早一點給烏克蘭就不會這樣了 布林肯說確保台灣 我們會確保台灣的自衛能力 讓台灣有自衛的能力 會給台灣武器 美國也擔憂說 我們這個半導體晶片 這些技術倒到中國手裡 怎麼會倒到中國手裡 中國把台灣佔領的話 技術到他那邊去了 布林肯說要協助台灣的 非對稱的作戰的戰力 同時美國跟台灣 日本 荷蘭都合作 要採取重要措施 當然台積電到美國去投資了 不過張宗某前兩天說 到美國投資是被公辦 可能結果不會成功 為什麼 人工太貴 工程式缺乏 不肯吃苦 投資又太多 如果他那麼輕易就能夠投資 老美早就做了 不會讓你台積電 不會讓你聯電做 就是因為他不做才輪到你做 因為他做 他不是不能做 他做他成本就很高 所以要增加50%以上 你賣給誰 所有的東西要漲價 手機要漲50%以上 你買嗎 你有能力買嗎 美國的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 DC艦隊說這展現對自由開放 印太地區的承諾 所以我的驅逐艦經過台灣海峽 老共攝影師挑釁 沒事你驅逐艦跑到台灣海峽幹嘛 所以解放軍在東部佔據說 我們全程跟艱 而且警戒捍衛他們 他國土的完整 另外國台辦也說 這是迫害台海和平 升級局勢的緊張 美國這個艦叫桑普稱號 導彈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 好 到底情況怎麼我們看一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席 參院外交委員會的2023年 國務院預算審查聽證會 雖然眼前的烏克蘭情勢是焦點 但兩黨議員也沒忘 大陸才是美國的主要戰略挑戰 共和黨首席議員李器提醒 如果戰爭爆發 提供台灣軍事援助 將會比烏克蘭難度更高 提醒拜登政府要加速對台軍售 日前訪問台灣的主席梅南德子表示 台灣掌握全球九成的先進晶晶片 如果大陸攻下台灣 等同於掌握這些晶片產能 全球都將感受到痛苦 另外如果大陸對台動物 美國袖手旁觀 也會讓區域內盟友懷疑美國的信用 不會讓區域內盟友懷疑美國的技術 不會讓區域內盟友懷疑美國的信用 布林肯表示美國有決心確保台灣 有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應付任何潛在侵略 包括大陸採取片面行動 試圖破壞維持數十年的現狀 美國專注在協助台灣 加強不對稱作戰能力 而美台對於台灣所需要的不對稱作戰能力 看法一致 中文 我想關於美艦經過台海這件事情 去年是12次 2020是13次 2019是9次 大概平均一個月一次 今年大概4次了 大家都認為說 美艦穿越台灣海峽 好像是很敏感的事情 但實際上 我這邊有一個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注意看 實際上美艦通過台灣海峽的次 是超過10次以上的 從2012年開始就有了 2011年有9次 2012年10次 2013年11次 然後2014又下來 2015 11次 2016 12次 然後2017又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跟整個美國的 亞太戰略是有關係的 在2009年開始 歐巴馬的時候充滿亞太 他那時候開始推充滿亞太 然後推什麼 南海的自由航行權 所以他就開始去派艦進入南海 然後包括通過台灣海峽 只是那時候 因為兩岸的氛圍 還有美中之間的這些氛圍 所以這個並沒有被 特別突出拿出來看 然後到川普上任之後 前一兩年又下來了 然後到了這個 20差不多19年 19年開始又上來 然後到拜登上來之後 這次數又明顯增加 可是也差不多回升到 12次13次這左右 所以他其實美艦通過 台灣海峽這件事情 是你要不要大聲講 那跟氣氛都有關係 當時的氣氛 跟現在的氣氛不一樣 所以你美艦通過台灣海峽 被拿來解讀 還有他造成的這個影響效應 當然就不同 所以這個也等於是說 凸顯出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來看待 美艦通過台灣海峽這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的國際氛圍 比如俄羅斯戰爭 跟美中對抗情狀底下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其實穿越的次數 並沒有特別特別明顯的增加 平均大概就是一個月一次 所以這代表了什麼 什麼樣子的意義 就是說雙方各自都有在克制當中 可是在這個氣氛上不對 氣氛上很差 氣氛很差的情況 會不會接下來真的在 辭職的軍事上面 增加彼此的這個分量跟量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就看各自克制的一個狀況 還有就你要不要去講 默默的過了 先講我經過了 我經過了 你給我小心 類似這樣 來 鵬贏 我接著教練說的 就是說其實從歐巴馬時代開始 他從強調Pever to Asia 然後再到川普的 講調重返美國的榮耀 其實在證明就是說 美國其實是國力正在減弱 所以他的口號跟他的目標 是為了要告訴大家 我的勢力還是沒有離開 太平洋範圍 更重要的是就是說 其實美國也常常在 南海這邊在巡弋 然後也在我們這邊去通過 他通過其實就是要表達 我的勢力還沒有消退 可是我覺得我們在談論 軍售跟我們的自衛能力的時候 我們因為這一次俄武戰爭的關係 我們對於烏克蘭的作戰的結果 要起到非常振奮的士氣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台灣不會像烏克蘭 而且我們可以抵抗更久 可是我們也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海 所以我們的確不像烏克蘭 這麼容易被入侵 但是一樣也是因為我們有海 所以我們不是那麼容易被運捕 所以關鍵就是在資源戰 消耗戰 所以的確國軍想要去研發 更多自製飛彈的能力做反擊 或是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能夠自製武器 國建國造等等 就是總統喊出的方案等等 都是我們希望能夠增加 在台灣島上 能夠靠自主資源去抵擋 可是我們必須了解到就是說 因為過往 其實在台灣剛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美國評估台灣基本上也是 馬上大概兩個月就會被拿掉 他說美國從來不小看 看中央共產黨想打戰之後 他想要投入資源的這樣子的決心 所以當大陸想要把他的戰爭 升級到他要躲倒的時候 他會投入多少的資源量 其實也就是我們現在 最需要關心的問題 藉政大使 你在美國服務的時候 你看現在美國議員 都要問這個問題 台灣的防衛 以前美國議員有這麼關心台灣嗎 我在美國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是被阿扁實在後期 美國基本上是對台灣 尤其對阿扁政府是一片喊罵聲 所以美國的政策變得很快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的大政策是反恐 所以他跟大陸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時候外交 跟美國人一定要講什麼 就是說No surprise 我們不會讓你讓美國感覺到吃驚 也就是說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先讓美國知道 不要去搖動兩岸關係 讓美國為難 那時候阿扁把四不一沒有的 沒有去掉的時候 我正好在華府 美國政府反應之強烈 現在你很難想像 他覺得你要去搖動兩岸現狀的話 美國完全不允許 可是現在整個改了 因為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 完全看美國自己 這個地區的戰略跟全球戰略來看 事實上的話我看 就是最近這幾年 兩岸關係緊張 沒有一件事跟美國無關 都不是我們台灣造成的 每一次譬如說軍機繞台 過中線都是什麼原因 美國高層光源來訪 都是美國的行動造成的 美國這個通過軍售案 美國在台海附近舉行軍演 美國每艦通過台灣 都是造成台海緊張的很重要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要看一看到是 真正因為我們漢光眼星 引起兩岸緊張 好像好像從未聽過 主要是美國的作為 引起兩岸的緊張 不過說我們看問題 可能要再往上面看一點 那麼我們如果政府 完全跟著美國走的話 台灣是越安全還是越不安全 這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不過他捅你 讓你至少兩岸的緊張 問題是發生事情 他要幫你才可以 不要說捅了你 發生事情他跟我無關 所以你保證你捅我 讓台灣在前面跑 後面到時候你要確保 可是剛剛那個參議員 問的也是很有道理 他美國現在要支援台灣 會比支援烏克蘭困難 因為烏克蘭有陸路對不對 可以去 你台灣怎麼辦 難打沒錯 有台灣海峽 但是當老共先轟炸你 再圍住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從東岸打開一條雪路 讓他的補給能夠源源不斷的來 那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軍方說罕見坦誠 說共軍三軍戰力優於台灣 但是我們怎麼辦 要立即戰力來反制 他說中共地面部隊 武器有自主的優勢 地面部隊打擊火力較佳 較佳應該是比我們較佳了 他的造艦能力比我們較佳 水面至海戰力超越國軍 潛艦戰力大幅超越國軍 潛艦比較多 我們很少 我們就海龍海虎 中共具有較佳的 戰機製造能力 中共戰機制空作戰 燒戰優勢 我們也不錯 但是他比我們好一點 然後中共空中的 製電池的能力較佳 為什麼 以前很少這樣 我們都說我們贏他 怎麼會突然這樣 到底是為什麼 是因為這樣可以跟美國買比較多的東西 他一定有目的的 還是這樣可以爭取比較多的 國防預算